企鹅大酒店 这本书画得好沉默 美国的丹尼尔沙劳文图王陈骁翻译 这本书画得好沉色 好复杂是吗 意思就是 这在什么邮局 细节是吧 细节很丰富 每天在槟城中都会有成仙上万封信件寄出 寄到遥远的世界各地 鲸鱼游地员负责游地远距离的信件 企鹅们负责剩下的 我的个天 这是鱼啊还是信啊 鱼信 从鲸鱼到货船再到卡车 信终于寄到了大象岛 大象先生建筑室 啊收到信了 大象说的 亲爱的大象先生 你好 欢迎来到槟城 欢迎来槟城 参观访问 企鹅市长景上 大象在吃什么呀 米饭 三文鱼的 三文鱼 美味的午餐后 大象把他的牙刷牙膏还有毛巾 外加送给企鹅朋友们的围巾装 兼行李箱 建筑师 还是去南极 你怎么知道去南极 南极有企鹅 哦 已经有企鹅 冰城嘛 哦 你看这就是上次我们去参观的船 莫连前两天你也上了那个南极探检船 你还记得吗 嗯 很大是吧 就是里边那个普通 普通船员的那个住宿条件实在是有些层好 是 跟跟吊床似的 一个吊床还好 它是一堆吊床弄在一起 还不如那叫叫什么太空舱呢 好像忘带什么了 嗯 大象有点迟疑 但是我不能迟到 吊床 好 嗯 他忘带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 一会会提到吧 好多好多天后 阿兵 此时 冰城中的企鹅们正耐心的等待着他们的客人 欢迎冰城的特邀来宾 大象抵达时 他的朋友们都立即赶到企鹅酒店脚下来迎接他 这间酒店是大象在几个月前帮他们盖的 哦 你看这上面是一大企鹅头 哦他们还能踩着那个那个雪球 然后往下滚着哦 这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他们正在做那个围栏可以扶着这个往上爬吧应该是 还还弄了个钢琴上去 那么厉害了 那么厉害了 喂 我可不可以爬上去啊 大象会 跑了这么远的路 大象都饿坏了 于是他们滑着雪球来到了市中心的餐馆 嗯 做什么呀 三十鱼 冰手丝 虾饺 金枪鱼拉面 饺子 外边面条 秋刀鱼 他才用两个意思 哎 是 他都是日式的 哦 天呐 可不可以再来27份刚才那样的面 大象说 那难道 好几十份去了 我就知道我忘记带什么了 我的西服 他沮丧的说 企鹅们带大象来到企鹅裁缝那里 嗯 他可是全冰成西服 做的最棒的企鹅 在看过很多不同款式后 企鹅们一致认为 大象需要一套超大好西服 一套量身定做的西服 这些够不够 大象问的 财缝 企鹅裁缝告诉大象 专为他定制的那套西服 明天一早就能做好 哦 做这一件西服 像15个 他们的货币 他们的货币是那个 那个贝壳 但是这贝壳里边应该还有肉 还能吃呢 大家又回到企鹅酒店 我嘴 我嘴 大象对窗外的景色很满意 就像在家一样 正好提醒我了我 我有礼物给你们 大家都带上围巾 舒舒服服的上床睡觉 第二天一早 大象边身揽腰边说 企鹅们快起床啊 这景色太美了 大家一起洗脸 一起刷牙漱口 为接下来的一天做准备 早餐好吃极了 我觉得再来一块甜饼 也还来得及吧 大家说的 在这冰城公报 新酒店隆重开业 世界知名动物设计师前来访问 迎接仪式在冰顶举行 八点 大象爬上岛来 突然大象想起来 啊我的西服 哗啦啦啦 我们可不能迟到 大象着急了 他这文章还有雪球储藏 储存室 那个大象那个踩着雪球往前走 大家服好了 大象终于成功的划到了企鹅裁缝那儿 我的 这是西服吗 这是熊猫服吧 刷 这西服简直太和尚了 谢谢你 糟了 小心下面 哎呦天呐 他这怎么飞下来了 然后落在了 这个 这个 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哎呦我的天呐 糟了了 大家都没事吧 大家 大象问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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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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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海上漂浮了好几个小时 奇鹅市长终于带着鲸鱼游地员波尼来了 当冰城离他们越来越近时 有些企鹅跳下海直接游回去 另一些则留下来陪大象 回到冰城后 他们立即开始重建酒店 天呐 这个工作还是大象干合事 来回运送了48次雪堆后 酒店终于慢慢成型了 不到一周 酒店就建好了 终于 剪彩仪式开始了 仪式后 那家 豆花刀 大企鹅 脚下香 大象 道别 我玩的太高兴了 但也给你们添了好多麻烦 真是抱歉 大象叹气道 企鹅们迅速做起雪球来 拍呀拍呀拍呀 跳跳跳 有啊有啊有啊 这是给我的 大象闻到 给他什么了 欢迎再来 欢迎再来 OK 葡葡兰的 这边是葡葡兰的 适合四岁以上亲自共读 啊 是什么 大象岛18号 大象先生说 肯尼亚 鸵鸟毛 配其 意思 这是给他记下好多好吃的 是吧 嗯嗯 OK Bye Peace 好 好 好